嗨,大家好,我是Terry 即上周2020届全美第一 Saden Sharp承诺会加盟肯塔基之后 很多球评人认为 全美第二的五星高中生 Derek Lively也有大概率会选择肯塔基 然而今天凌晨,他却宣布 高中毕业后会加入杜克大学 拜老K教练为师 这样的话,杜克也就超越肯塔基 暂时成为对于2020届招募最成功的球队 因为除了Derek Lively之外 他们还招募到了全美第五 来自于Montevered Academy的第一小前锋 Derek White Hat 和全美第十的白人中锋 Kelph Opowski 这样的话,未来几年的美国大学篮球界 恐怕会出现 Gazaga、孟菲斯、贝勒、肯塔基、杜克 和维拉诺瓦真雄的时代 Derek Lively今年年初还排在 同届40名开外 会靠着不断生长的身高 和夏天出色的表现 如今升至同届第二 最新的身高为72寸218公分 地窄为7尺4寸 还有着侧一样的速度 和后卫一样的设程 是现代篮球最流行的瘦条型类线 选择模板暂时定义为 能投篮的泰森钱德勒 在刚刚结束的Nike青少年竞赛上 Derek场均可以砍下 8.4分 6.7篮板 3.7封盖 防守端犹如天然的屏障 进攻端也有相当的射程 在球团门看来 他的潜力才是最大的宝藏 选择网站已经认定 他可以在2023年或2024年的选择大会上 删入乐透区 假如Derek选择在2023年参选 那么他届时同位置最大的竞争对手 则大概率会是来自于法国的蜘蛛人 Victor-Wanbyama 兄弟们 这就本期视频 我还会继续带来 第一手的美国年轻球员的信息 请持续锁定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